来东京旅行都会说逛代官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不同于元素、色谷的人山人海加上买买买 这里更接近东京当地人悠闲文艺的生活节奏 而且各条小巷里也隐藏了很多小众有品味的日潮好店和精致的美食 那么代官山的小巷到底怎么逛呢 之前几期跟着情报员的日潮购物攻略 逛完了元素、表参道、色谷、银座等等几大商圈 今天咱们一起逃离闹市的嘈杂 漫步东京代官山来看看这个在本地人眼里最文艺的富人街区 都藏着哪些游客找不到的小巷日潮好店 还有几家我个人非常推荐必打卡的美食 代官山的小路错综复杂 为了避免迷路走到晕掉 老规矩先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之后找不到了咱们出发逛代官山咯 兄弟们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 每周例行探店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 因为大多数游客来东京都是住在山手县的沿线 所以咱们还是上午11点 山手县会比寿站下车 记得西口出站 出站左拐 顺着这个很有日式氛围的站前上店街 一直走 到KFC的路口处时 过个红绿灯走进旁边的小巷 安静的神社旁 就是今天必打卡的第一站美食 超人气水果三明治专门店 Fruits & Season 根据时节使用最新鲜的水果 每日限定贩卖 之前就因为大牌长龙没买上 今天来的早运气好 所以选了最喜欢的猕猴桃 都知道日本的水果虽然贵 但是真的很好吃 一个三明治里塞下了至少一个半的新鲜大猕猴桃 多少算是有一点奢侈的享受了 吃完小吃 咱们要开始探索代官山的小巷了 接着来到第二站 大阪无虎之一的Wirehouse东京旗舰店 很有辨识度的复古门框 铁皮门面 走进店里也是充满了美式复古的氛围 品牌名声在外的定番 日产钢山牛仔裤 自然是不用说 全系列的单品在这家店里都能买得到 以及限定的Danner联名的鞋靴款式等等 店里还有一处seal专区 能讨到面料不错的卫衣T恤 喜欢阿美卡基风格的兄弟 非常推荐来逛一逛 可以扮起一身帅气的卡基造型 还可以在店门口的长木凳上打卡合影 代官山的文艺氛围在于每一个细节都有惊喜 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仿佛从老电影里面开出来的古董车 接着就来到了第三站 又一家阿美卡基爱好者的必来好店 Gelado 这家店真的可以说是藏在了民居深处了 好在门口有个标志性的火烈鸟可以认出来 走进店里面积不算大 品类却很丰富 阿美卡基的老玩家圈子里面 Gelado应该也算名气不小 定番的重磅浓染原牛 听说落色效果非常完美 店里还有其他各类军事风 工装风的单品不在少数 卡基玩家代官山的必逛一战 代官山的春天 一路上满是粉红色的山茶花的点缀 边走边感叹 来逛代官山 真的是可以获得不同于其他商圈的优雅宁静感 不少兄弟都问过我来东京 去哪里可以买到中古的日潮品牌单品 其实最大的中古买取店 Second Street就能够碰到不少 代官山车站附近也有一家门店 二楼是南庄专区 时间充裕的话 也可以来碰一碰运气 陶陶看 接着继续往南走一点 就来到了第五站 超人气香水品牌 雷拉伯的代官山店 这一家门店相比其他 面积更大 氛围也不错 能定制香味和专属的平身标签 是雷拉伯最大的特色 买一个东京限定的十号香 当个伴手礼 或者来感受一下香薰的治愈氛围 也不错 接着差不多也到了午饭的时间了 推荐一下代官山站附近的美食 如果能赶在下午两点前 一定要来到这一家叫一新的餐厅 尝尝看到地的日式美食 虽然藏在极不好找的台阶下 但经常开店前就是大排长龙 卖点就是店家坚持用传统的碾米方法 碾膜日产米 然后在木桶中煮熟 米香十足还能无限续米 配上各种时令的菜肴 关键1000日元出头的价位 就能在代官山这个地段上 吃上一顿饱饱的定时午餐 绝对的性价比PC值天花板了 饱餐完咱们下午接着逛 第六站就是大家熟悉的 娜娜米卡在东京的唯一店铺了 两层的白色小楼 和品牌一致的极简精致调性 热门款式常常都是官网发售秒空 但熟悉这个品牌你会发现 店铺里却常常有机会 碰上还剩有现货 春夏新款都已经完全上架 这一栋主要是男装 一楼新品 二楼会放一些秋冬老款 店员的英文沟通 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可惜店内不允许拍摄 只能从外面欣赏一下 等兄弟们亲自来逛啦 右边还有一家女装分区的门店 可以跟老婆大人一起逛逛 娜娜米卡的鞋对面 就是她的同门师兄弟 第七站 The North Face Purple Label 北面指标的店铺 复古的户外风格 一直都是大受追捧 同样两层楼的店铺 一楼男装区 二楼是包包和女装区 最新款的5320酷型 有点像Needos的HD Pants 官网早已售庆 店内也还是能够买到的哦 还有最近话题度很高的 和娜娜米卡自家联手的 Yamamica系列 也是只有店铺限定贩卖的款式 出了指标店铺 不远出路口 还有一家美式复古风格的买手店 第八站 High Standard 门面实在是特殊 像是丛林里 被灌木围绕的小石头屋一样 一走进里面 果然是扑面而来的美式复古氛围 一路走来能感受到 代官山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 都有在很用心的装饰维护品牌 引以为豪的风格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 店里能够买到Camber的卫衣和T恤 品牌如今 还是在坚持重磅挺扩的美产面料 是现在市面上 基本已经绝技了的 我还看上了这一款 美产面料的卫衣 日本风制 面料也是肉眼可见的硬挺 XL的上身效果还行 面料能跟Beams Japan比一比 就是对我来说 尺码还是小了一点 不过一万日币出头的价位很公道 要是能再大一码 我就当场拿下了 文艺的代官山的午后 除了逛街购物 怎么能少得了书店和咖啡呢 走上几分钟 就来到了第九站 代官山鸟屋书店 虽然叫书店 这里不仅仅是书 就像公园一样 超大的园区里 不同的馆 陈列着创作者的画作 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具 严选的生活小物等等 当然作为主角的书 能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 有趣书籍 而且也不仅仅是只有日文的 还有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西洋书 甚至还有古董书 二楼有咖啡厅 书店里面人来人往 却很安静 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 悠闲的喝着咖啡 翻着书 度过一段午后的时光 其实更贴近我理解的 东京本地人的生活方式 换完书店咱们接着出发 第十战 Globe Specs 戴康压马 这一家真的非常有名 是一家超级精品的 手作镜框品牌集合店 能买到日本以及欧美 各大有名的镜框品牌 比如余文乐 一直带货的Yellows Plus Each Fusion等等 喜欢复古镜框的兄弟 非常推荐来这家 亲自试带看看各种设计款式 体验一下 店内精致周到的一对一服务 走出Globe Specs 咱们从戴观山 往社谷方向走 沿路还有不少的好店 拐过这个很有欧式氛围的 连排楼街角 看到这样一排独特的木质建筑 从旁边的小台阶走上去 神奇的就像走入水帘洞一般 看到了一个花园步道 步道沿路 就是一家很神奇的潮流买手店 第十一站 SNS 店里聚集了不少日潮品牌的单品 比如俊雅 紫标 还有各种巢鞋 尤其是这个大红色的木质 龙椅真的是太吸睛了 仔细看一下 其实都是耐克鞋子的木雕 把龙珠也换成了篮球 这个设计不得不说 有点意思 我也是头一回见 文艺的森林花园小道 当然也少不了咖啡厅啦 小鹿的尽头 果然就藏着一家 露天面包烘焙坊 这一家的盐味黄油菠萝包和可颂 听说赏味期限只有一个小时 刚出炉就上桌 外皮像曲奇一样酥脆 内里松软 还有满满的黄油香气 配上一杯咖啡 来个露天的下午茶 舒缓一下神经和疲惫 休息完 往色谷回城的路上 还会路过竞价品牌 Dita的店铺 同样是余文乐的同款 相信不少兄弟 还不知道东京也有店铺 因为藏的真的很深 价格几乎都在 8万到10万日币的水平 确实不便宜 不过我试了一下 佩戴也真的很舒适 接着今天的第14站 Sprime代官山店 Sprime在之前的几期逛街指南里 咱们也去过了几家 马路对面 还有第15站 白山户外 因为跟优衣库的联名 让这个日系户外品牌 人气也提升不少 不过因为每家店的单品 都有些不同 死中的粉丝 还是要查缺补露 也不要错过来逛一逛 最后步行10分钟左右 咱们就从社府站 回城了 代官山 有意思的文艺店铺 虽然很多 但布局分散 加上大陆小路复杂 并不适合冲过来就想买买买 而是慢节奏的 边逛边吃边喝下咖啡 加上一路参观一下 东京富人区的小巷生活气息 感受一下当地人 文艺清新的生活方式 以上就是我为兄弟们 推荐的代官山一日攻略 情报员的东京日潮 逛街购物路线 还在持续更新中 马上就进入到 一年一度的樱花季 下一次的逛街路线影片 要不要和情报员 一起去赏英圣地中暮黑 边赏英边逛日潮好店 边吃东京美食呢 喜欢逛街的兄弟 记得点个赞 让我看到这对我很重要 觉得有用 记得推荐给朋友 没有关注的兄弟 赶紧点个订阅 才不会错过下一期 情报员 每周六中午更新 咱们下周见